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熱美式 只要三分鐘給你熱血的美式足球 我們是智力推廣美式足球魅力的Jerry 我是Judy 我們都是很愛運動的 也沒錯 但其實我很喜歡看籃球 也很喜歡看足球 但是美式足球我真的有點沒辦法 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 什麼啦 好啦好啦 我同意你的說法 在我完全認識美式足球之前 其實我對他的概念 就是也是停留在很片段很零散的東西 像是衝撞啊 對Touchdown 就是一些名詞 但是告訴你 只要你認識跟了解美式足球之後 你就會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開心 你是帶我飛嗎 What 那我相信還是很多人對美式足球有很多的偏見 那其實如果很深入的探究 就可以發現美式足球其實有很多奧秘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給你考個小小的試 你知道美式足球 足球跟橄欖球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美式足球就是Football嘛 那橄欖球就是Robbie 然後足球呢就是Soccer 對吧 大概是這樣沒錯 最原始 任何用腳踢的運動 都叫Football 但後來流傳入美國和加拿大之後 為了區分美式足球 才多了Soccer這個用法 可是你唸起來好難聽 對 那也是因為這樣呢 他的Soccer的血音不是那麼好聽 所以大家還是用Football去指足球 而橄欖球 Rugby 和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 是因為一些制度還有規則上的差異 而有名稱上的不同 第一個要讓大家知道的一定就是 一隊美式足球 有分成進攻 防守 還有特別組 三個不同隊伍 都是由不同球員組成 每個球員也都會負責不同的思想 那像進攻組是負責offense 然後防守組是負責defense 而特別組呢 工人就是上了踢球 可能像籃球 就是進光文還有防守 那棒球也都是同一批人在 對對對 美式足球是一個 不太需要拳彩 你只要Focus在一件事情上 就好的運動 這個是標準的美式足球場地 那它長100碼 左右兩邊會有各隊的end zone end zone上方會有球門 最基本的進攻方式呢 就是你在每次進攻呢 會有四次機會 這四次機會內呢 至少要前進10碼 那假如你超過10碼 你還會有四次機會 可以再往前10碼 如果你可以超過10碼 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進攻 最終的目標呢 就是要能抵達到 對面的這個end zone 達陣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四次機會裡面 完成10碼 就要攻守交換 前面三次都有順利達到 在第四次的時候 就是要判斷說 這個距離是不是 有辦法踢掉 你不可能 在一個超遠的地方踢 他也特別的只上來 然後 特別特別的只上來踢球 然後過來這邊踢球 然後如果有把球踢進去 會得到三分 那就不會就說 拜拜攻守交換 那我攻 你守 讓我們最終的目的 到達end zone 達陣 有點像攻城掠地的感覺 那以NFL來說的話 達陣會得到六分 達陣完之後呢 還會獲得 額外的extra point extra point 會有兩種可能 一種呢 是請特別組上來踢球 踢進的話 可以得到一分 不要踢球的話 就可以讓進攻組 再次達陣 只獲得兩分 分數來說 就會有一分兩分 三分六分的排列組合 那希望大家在看完影片之後 有稍微了解一些美式足球最基本的規則 雖然像衝撞啊 然後一些自己接觸難免 但就像戰爭一樣 除了有苦力活 也有腦力活 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運動 那謝謝大家收看三分熱美式 喜歡我們的朋友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 開始喔 等一下喔 我說開始在開始 不是開始嗎 開始 開始